一个朋友买的 他说想要这么一个箱子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在这里 这个牌子代理那边工作过嘛 所以就对牌子也比较熟 他们一般鉴定也会知道鉴定的 然后就是我直接帮他买了 行李箱是两个国际品牌合作的限量款 11月16号 蔡先生在天猫国际直营店下了单 当时花了39988块 天猫国际上买嘛 想想应该差不多六七天才到嘛 然后没想到它是两天就到了 然后那天我正好是在老家那边 就不在杭州 然后朋友那边自己过来签收的 蔡先生说 朋友签收时发现箱子比较旧 不像是真的 拍了照片后就退掉了 后来他问客服 客服回应是正品 他又取了回来 想亲眼看看 结果箱子有了壮痕 而且越看越不对 样式是不一样的 样式是不对的 真货的下面这两个点是没有的 轮子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所有的轮子的底部的轮子 它其实都是内六角螺丝固定的 而且它箱子里面会送一个小扳手 专门用来拆卸轮子用的 真货的这个 一个字体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是它的那个 就是纹路会很清晰 轮毛它从来就没有这种 慢回弹的把手 就是慢慢地回过来 这把手是不存在的 蔡先生给记者总结了十多个不同点 除了上面的 还有里面的标签 以及密码锁的固定等 在杭楼大厦日末瓦专柜 他给记者做了对比 专柜工作人员表示 没法帮忙检测 蔡先生说 他已经到上海没修中心去过了 他给记者看了视频 但视频中没有工作人员 确认是高仿货的画面 蔡先生表示 对方讲了他没来的记录 后来他把视频发给了天猫国际客服 对方称限量款箱子没有编号 而且视频中 工作人员没有说明是假货 按照他们自己说的那个假一配十嘛 算下来的话要将近四十万 对 然后你之前的话是在这个品牌 杭州的代理做吗 对在杭州代理做 然后后来因为代理收走了嘛 就是LV里面收了这个牌子之后 代理收走了 我也就离职了 你当时在里面做什么 品牌经理 品牌经理 对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大家会这个假期配置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这个可能 就是有怀疑的嘛 但是我们本身 买这箱子的时候 没有没有想到过 就是天猫国际官方直营会受奖的 在法律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是谁质疑谁举证啊 我记得不是这样的 就是应该是卖家先举证的 这个的话我们都是用正品保障的呀 我们商品也是都是从保质销里面发货的 客服称产品是正品 若蔡先生有质疑 需要蔡先生举证 蔡先生表示 如果鉴定得去德国太麻烦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阿里巴巴公关部 后来天猫国际方面发来了两张进货凭证 表示这款限量版箱子 商家一共从日末瓦官方供应渠道进了两只 被杭州两位消费者买去 一只已经退货 另一只就是蔡先生的 天猫国际方面表示 贵重商品上配有安全防盗扣 一经拆毁无法复原 但蔡先生说 他拿到的箱子没看到防盗扣 记者注意到 天猫方面发过来的箱子发货前的照片 和蔡先生给记者看的款式不一样 和网页上宣传的照片也有略微不同 打开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防卫标记的 就是直接是一个 我相信他们如果自己挂了二方标记的话 也不会寄一个二手的这种 就是看起来明显是用过的箱子过来的 也就是说你第一次 你朋友那边拆开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吧 就拿到的时候 本人不是原装箱吗 他自己先录了个视频 然后打开的时候反书风也是当着面的 当着面的看过了 蔡先生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第一次签收时拍的 款式确实和天猫国际提供的箱子照片不一样 天猫国际表示 他们现在没法判断 蔡先生退货的箱子 是否为发货时的原商品 两个箱子都被退货 也让他们觉得奇怪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核实 可能会申请第三方机构介入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